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球星的骑士,2016年NBA总决赛舞台上,73胜9负的勇士队以大比分3比1领先骑士队,似乎73胜的勇士已经把冠军大半个都捧在手里了,却不料被骑士的欧文以及詹姆斯联手翻盘了。 最终骑士队以大比分4比3力转勇士队夺取总冠军在2016年NBA总决赛结束之后,并没有与巴恩斯续约,而是选择说服杜兰特加盟勇士一起创造王朝,毕竟73胜9负已经成为了一个笑话。 关键时刻的对抗以及单打得分能力,就是勇士队当时所需要的,2016年度兰特与金州勇士签下一份为期两年,总价值5430万的合同。 当时巴恩斯想要一个定薪大约2000万,请各位看官们想一想,如果你们现在是勇士队幕后的大boss,当你手中拿着这样的两个方案,你的选择呢? 巴恩斯的技术特点,比较偏向雄人版的莱纳德,中头还算稳,三分一般,能防守,能突破,能被打,但是缺点没有一项技术是他擅长的,还有关键时刻的自信心不足。 而杜兰特没有短板,无论那一项技术,都要由于巴恩斯,尤其是阿杜拥有勇士本身不具备的关键球,处理能力,如果杜兰特没有取代巴恩斯的位置,2017年总决赛很可能是和2016年相同的剧本。 勇士三巨头大战骑士三巨头,实力不相伯仲,很难说谁能拿下冠军,但是骑士三巨头的稳定性,要强于勇士三巨头,更不要说这个赛季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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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